三十四歲日本傑尼斯當紅偶像山下治久 把妹功力堪稱一流 今天放輕鬆就來介紹幾個山下治久 曾經把過的正妹 個個都是極品啊 No.1 平山林 今年才嫁給素水冒虎道的平山林 當年可是水當當的 曾出演過《只是可愛不行嗎?》 二十歲的《結婚和我》等影視作品 雖然已經消失一陣子 但在當時可是紅極一時的日本女優 平山林五官非常精緻 尤其是一對大眼睛楚楚可憐惹人喜歡 面對山下治久這個舊情人 我看素水冒虎道應該壓力不小啊 No.2 大森美之 大森美之是日美混血的人氣模特兒兼演員 六歲之前都在夏威夷生活 身材火辣五官深邃亮眼 目前活躍於日本演藝圈及模特兒圈 據了解大森美之是山下治久 就讀絕月高中時的同學 曾被拍到與山下治久 單獨相約喝酒 一連喝了三家 喝到凌晨四點才結束 酒安耳熱後 轉移戰場至射谷某高級飯店開房間 要開房間就趕快啊 喝那麼多酒幹嘛 前夕那麼多無不無聊啊 No.3 厚騰珍稀 曾被早安少女製作人純君欲為 十年難得一見人才的超級國民偶像 十五歲加入早安團體後的首張單曲銷量 就翻了近十倍 是公信榜Oricon史上最年輕奪冠紀錄的保持者 因此有早安救世主的封號 早在2001年周刊女性就爆料過 山下治久和厚騰秘密結伴滑雪的消息 當時兩人年僅十五歲 雙方的事務所都承認有結伴滑雪 但否認相戀 而後厚騰珍惜的母親意外墜樓身亡的消息 讓他遭受巨大打擊 當時傳出山下治久拋開繁忙工作 陪伴厚騰去散心旅遊的八卦 當時某電視台工作人員就透露 雖然沒有正式承認相戀 但厚騰對於山下來說 絕對是一個重要而特別的存在 隨著早安家族的勢力逐漸下滑 厚騰珍惜也就慢慢淡出音樂界 並在2014年7月嫁座人妻 No.4 北川景子 日本節目中居正廣的怪談圖書館 特地找來5萬個日本人票選 最美日本女星 在20世代到50世代都奪冠的得主 正是北川景子 跟山下治久是明治大學的同窗 除了一起拍過電視劇外 兩人多次約會都被狗仔目睹 北川景子在約會時 還會不計形象的喝醉大吐 兩人關係異常密切 但就在2016年北川景子閃架政治豪門 看來炮友跟先生還是得有些區別啊 No.5 石原李美 哎呀石原李美可是我很喜歡的女星啊 也同樣難逃山下治久的魔爪 演出多金社長小資女 失戀巧克力職人 和校隊女王的石原李美 以性感厚存為招牌特色的她 每回演出日劇都會電暈同劇男演員 有同台殺手之稱 而她也是各大排行榜的常勝軍 像是如果她結婚我就罷工 最想親吻的女星 在2015年和山下治久和演日劇 朝五晚酒後 就傳出多次出入雙方住家約會 果然螢幕中的戀情很容易延伸到現實生活中啊 畢竟在鏡頭前都親嘴了 再繼續下一部似胡言自然 No.6 丹羽仁希 最後要介紹的 則是去年才被爆出緋聞的性感混血蠟魔丹羽仁希 2017年3月 因為播出雙層公寓夏威夷特輯而受到矚目 馬上被封了第一美女的稱號 即使節目結束 丹羽仁希的人氣依舊沒有跟著下降 接二連三的廣告出演 讓她的身世更為看長 包括了Mr.Donut 明智的廣告 還有最不得了的《怪物彈珠》系列廣告 各種特寫讓她的好身材一覽一遇 IG粉絲數也立馬衝破39萬 她與《山下之九》是透過友人介紹認識 剛好兩人都熱愛衝浪 加上《山下之九》熱衷學英文 因此與她一拍即合 甚至1月下旬結伴到夏威夷遊玩 和女方的當地友人聚餐、泡夜店 再分頭回日本 吊詭的是 她從夏威夷回國後 又被募集進出十元李美的家 這樣在不同美女間轉台 看來只有《山下之九》辦得到 果然人帥真正好 人醜性騷擾 桃花梅斷過的《山下之九》的把妹功力 還真的不是我們這種平民可以學會的 在演出多部經典日劇後 《山下之九》在演藝圈有著風生水起的影響力 加上她的高顏值條件 也難怪她的感情生活十分精彩 但最後我有個疑問 有沒有人覺得《山下之九》兩顆眼珠是分開的 看起來怪怪的啊 先跟大家聊到這裡了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